喂 喂 老師 妳好 我想要跟老師請教 那製防葉啊 那製妝藥包乾淨 如果要一個小葉菜類使用什麼用 那種子要蒸蒸蒸 把它泡水 把它泡下去 這樣可以嗎 好 可以 好 來 老師 來 來 在一些菜齁 尤其我們這些水菜 以前我們有刺過的就是 白菜 油菜 柚子菜 土白仔 一種鶴仔白 這種油菜 柚子菜 刺過這三種 還有用菜做一部分 不完全做了 這大概是一四種刺過 就是用這個殉狀藥包乾淨去把它泡 去把它泡 泡一泡 我們在泡汁的時候 用起來黏黏 因為裡面本來就有這個麥芽浮精的黏黏 所以 刺鹽可以 但是我們在泡的時候 很難泡 很難泡 所以我們是沒有建議 你去泡這個東西 但是 試起來效果其實還可以 但是你現在就是說 尽量 你如果是有去刺過 比如說你這塊地 你已經有去刺過 其實這個殉狀藥包乾淨 可以留在這個殘地 所以正常他生中一段時間 他就可以補一下補一下 所以通常就是職業斬平 我們發起來 我們生後的時候 那時候我們的瀏肥 或是在浪水 甚至你用這個 一般是瀏肥浪水 這個時間你就可以配合這個東西 用殉狀藥包乾淨 在這個時候來用 最方便 還有一個就是說 像現在來這種天氣 這個天氣 很不穩定 我們都說很不穩定 就是說 時雨時陰 這個濕濕 是說有一個漏風 漏不說很大 這種天氣濕度很大 濕度很大 濕度很高 的時候 我們要用這個殘餘的時侯 尽狀藥包乾淨 你不用瀏肥浪 但是很多人其實是瀏肥浪 不是說瀏肥浪 這個瀏肥浪 因為它本來就是在一種 我們如果是越濕的那種天氣 油的效果就如沒有化學農藥 這種農藥效果就比較好 但是這種維生物的效果 就很平衡的表現出來 因為濕度很高 這個維生物 它本身就得到更好的一個環境 所以一些病菌要感染的時候 你也可以去和這個殘狀藥保乾淨 去做一個競爭 它就比較不容易來感染 所以這有好處 所以在這個地方 大概我們比較建議 就是這樣 還有一個就是說 你如果是因為我們水菜 比較少用瀉盆苗 比如說你如果是瀉盆苗 它還是發出來 職業斬平 為什麼職業斬平 為什麼職業斬平 因為這個東西 你早期接種的時候 它的 它的 尤其濃度很高的 濃度比較高的 它的產生一種微弱的一個氣體 它的種子的抑制發芽 但是它出現出來的時候很健康 有那個效果 效果很明顯 但是 它出現比較不適合 但是出現比較不適合 我們在抗就比較不適合 所以 血盤裡面 我們都會提醒 職業斬平之後 才會來用 這個 那時候我們剛才在噴肥 甚至沾這個東西 來用 這個效果會好很多 所以這在這裡 讓我們好朋友 做一個參考 就是說 那個時間 你如果是可以這樣來用 這個效果會好很多 提供給你做參考 就是說有時候 這些東西 這個確實是可以 有一個 就是說 找到一個比較 我們比較嘉義的 比較順利的 一個這個營法 這種 就可以 把我們 大概能夠給它補過去 這個效果會比較好 所以這讓你先做一下 了解到就是說 那些賽 就是我們 一般我們在營 就是生過了 你來營 還有一種 還有一種 現在很多都已經沒有在用生的了 要叫人生 很難生的 所以我們現在是用什麼 現在都用煉的 有嗎 你不知道有沒有看過 用煉的 它就是一個固定間距的 一個 一個 播種機 用 它就固定 就這樣 煉幾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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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就那間距都差不多 航數據都差不多固定 固定 你就不用再去生菜 如果像這種 像這種 你就不一樣 你也是等它出起來 之後我們比較去用 因為那些雞 要搭 你要搭傷 它有那麼多 沒有那麼濺濺的時候 你的 比較會夾 你要用薰狀藥保鑑菌 你要去夾 它就比較容易夾 這個我們比較不喜歡去 因為那裡的 這個成分的關係 有時候 這個 會這樣黏黏 夾夾 我們比較不喜歡去 他 去來用這些東西 所以 這個通常是 我們 在應用的時候 這個通常是這樣的 這個情形 讓你先做這些參考